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二聯賽節 今天便題為修讀微學委課程對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力大於弊 比賽雙方為正方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以及反方可方中學 先介紹雙方辯園 正方主辯陳嘉欣 第一副辯謝樂園 第二副辯陳添 傑辯陸宏浩 反方主辯尤思琦 第一副辯張子盈 第二副辯黎子聰 以及傑辯王熙 我們很高興能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長謝宇軒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陳彥恒小姐 以及沙基灣官立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李成章先生 比賽會分為主辯、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以及結辯六個環節 發電時間為4、3、3、4 每次發電時間結束前30秒將會有一丁提示 叮 時間則有兩丁提示 叮叮 超時15秒則會三丁提示 叮叮叮 屆時我就會打斷電源發電 其餘詳細賽規之前都給了各個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現在請正方煮電發電 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你發電事業 主席平鋒俊 大家好 今時今日科技發展日3月2日 日年人口老化 社會漸漸退行商貿電子化 人工資料化 今日科技化 無論在什麼行業 例如醫療、教育、工程、金融、物流等 和不同的面容科技 通私、社會變化急速 環保、平等、動物品等 這些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湧現 人力資源、商務服務市場出現巨變 人力資源出現沒有固定的職業 不是商業多職 請歌族由此業生 商務服務市場也出現黑劑花 貨核的多餘需要 這個士多趙洛克 青年已經不是擁有單一的領域 專門的知識 就可以盤頭攝取的需要 身邊職業 例如YouTuber 都是軟空專業 甚至傳統職業 教師、餐廳經理 都要擴護自己的知識兩位 特別是科技專業 譬如社會和某 甚至社會已經要求 我們的人力資源 譬如不同的知識和能力 第一 建功及編成市場科技的能力 而將科技和各個專業 第一 就是科技和科技知識 以英國克制化 演學科技所會的需要 世界經濟論壇 起以來的究竟 未來就要報告予列出 未來的工作要求人才能力 拋航及科技知識和技能 事實商 以學位並非新鮮的市場 國際上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提供未學會課程 例如Edges Udexity E-Rot Cocera 等教育平台 這些教育平台 都結合了一個 股港及國際 多數專業的大學上提供未課程 一般業務 未學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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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未學會課程 達到位於Stand 意識 如人工智能 大數據分析 科技實現等 學會面對社會發展需要 第二 未學會課程 連一個學運之間 及職業主要課程 跟著高度人士 以後發展 提升業訓理 第二 課程門量較低 即本身沒有具備相關的 學科背面可以收到 第四 課程主要以色的業績學者 基於意識的時代背景 以同未學會課程的特質 我方念維修到未學會課程 正提升香港青年的經濟力 以後有個理處 一 未學會課程 可及時協助青年 飾驗生社會變化 人工智能 配二十幾 等於更代科技 標準發展的技術 但它來普及應用 而沒有一定的距離 而未學會正正可以提升 人工智能 配二十幾 有課程可報道 青年生活動 未學會課程 是獲得相關知識和智力 控制人工智能 配二十幾的應用 此青年在短時間內 具備社會急切的需求 同時 未學會課程是 隨著社會科技的變化 用來改變 不過社會的需要 對外國創造的 老人健康專業 這個專業可以使得 人口好化 醫療科技 和科學科的知識 而受到未學會課程 是時青年 配合生社會變化 同時未學會課程 方式少 只需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就可以完成過程 隨時社會出現變化 青年也可以很快 可以追求其他過程 合生社會變化 二 方便年輕人轉譯 提升人員資源質素 隨著科技科知識 或時代中心 創科人才在香港結論的種種之中 當中婚入 毫無創科基礎 難以立足 但當未可謂方程主題 都為主創科 喊盡其事 未可謂方程 可以使年輕人去到事件之內 或隨足夠的知識 和創科 沒有香港科技人的挑創 即使創科人員不斷降收 提升創科能力 同時也可以提升人資源質素 提升香港經驗的變分 來致電幫助 多謝各位 正方處變發言時間為3分26秒 接著是反方處變的同學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你發言時意 準備好 準備好 叮 評判、有方同學 再續各位 大家好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報告 青年是指15至24歲之間的人士 青年事務委員會指出 青年競爭力是指青年在面對社會變化的情況下 所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現今香港青年的學歷普遍上升 但其向商流動的機會強大 根據2016年經濟報告顯示 學歷通脹其中的原因 就是學歷較高的青年的努力 共過於求 學歷貶值為近年香港青年面對職業生涯挑戰 因此出現以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為目的的微學位課程 但微學位作為一個短期參與高度集中學習的課程 其成效備受爭議 因此我方今天衡量變態的標準在於 修讀微學位課程 是否能夠提升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 以及出盡其可持續發展 第一,微學位課程過於計證 鼓吹卓食文化 針對現時香港青年向下流動的問題 應該注重於提升其軟實力 例如社交協助等 令香港青年可以有持續發展 但微學位提供的內容為一些基礎精簡 甚至所謂濃縮的課程 如是香港提供人工智能 及騙程設計的微學位的科啟學院 就提倡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內 學會專業知識 嘗試以束縮的噱頭 和讓學生報讀 但人工智能作為一項如此複雜的課程 學生報讀幾個星期 只是最多掠動皮膜 正如前谷歌於工程師 所說 微學位課程中某些範疇未夠深藥 只用短短幾個星期 學習內容高度集中的騙程知識 基礎根本不穩 令教授的知識變成一堆廢鐵 只會浪費青年的時間和金錢 在其提升競爭力的機會 他亦指出 微學位培訓出來的 都只是新手工程師 畢業後仍然需要繼續進修 可見微學位用短視 時間令學生拿到學位 造成學生以為自己 已經掌握瑣碎知識的假章 第二,微學位課程削弱 學生的學習動力 難以出張其向上流動 微學位上課時間 以自由到高作為商業場頭 課程多由學生自己安排 並且缺乏定時的考核 這種過度自由的學習模式 令學生過於鬆懈 微學位大多採用線上教學 根據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 僅有3%左右的使用者 提完所有的教學影片 高達五成的人 甚至連一支影片都未來打開看過 美國賓夕巴尼亞大學研究人員發現 大多數學生在兩個星期內 就對他失去興趣 因此完成再先課程的學生 達到10% 可見很多人因此缺乏學習動力 並學習成效低禮 最後想請問有方同學 一個僅忍意志五個星期的課程 如何保障青年可以在職場 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如果正是提供基礎課程 為何不選擇更具有針對性的職業學校或副學師 謝謝各位 發言時間為3分35秒 然後去到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是1分鐘 之後反方主便會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 1分鐘回答 在所有時間到達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叮 然後去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便員發問 向方主便回答 請評判轉移前寫分數後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頁提示 發言次序會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我們現在先請正方 派出台上便員發問 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整項發言事宜 主席評判在各位 未來對於報告指出未來的新公眾 正經濟是需要課學方法 主要是記性和技能 對於一些已經是本科畢業的青年而言 他們需要用多少生意的時間 去讀到學位 或使用多少個月的時間 去報讀一個未學位 針對性是否去學習不實用 以及直接導訓的專業技能更好呢 準備時間開始 準備時間開始 對面 出張 對面 有能夠 並 來 等 不好意思,是不是開始了? 丁丁先開始 丁丁,預備時間結束,請反方嘴邊回應,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你發言指揮 準備好 丁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今天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有方同學問我們是否可以用一個短時間之內學得好呢? 但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明學位只有三個月,怎樣學得好,學得精,怎樣學到專業技能 我們看到有方同學就跟我們說,用三個月就很划算了 但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我們三個月根本不足以令學生學到知識 反而會浪費他們的時間,浪費他們的金錢 最後一敗塗地,根本都學不到知識 亦都幫助不到他們持續發展 亦都阻礙了他們提升競爭的機會,謝謝各位 好,現在到反方發問,請反方派出位台上邊緣 有1分鐘的時間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一出來跟我們說,需要做微學位可以適應到社會的變化,面對社會的需求 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一出來跟我們說,需要做微學位可以適應到社會的變化,面對社會的需求 又怎會令他們可以學到很多知識,根本根本不足以應對未來要去探索這些新行業,要去面對社會的需求,亦都是乏力 一個這麼大的範疇,三個月內又哪有可能可以學得很好,其實是不可能的 而且微學位是否只能夠提升一些對有意去投資科技,人工智能的香港青年競爭力呢? 麻煩有方同學正面回應,謝謝 現在有1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請幫同學同學,你們講話會聽到嗎? 是否到正方回答的時間? 還有十幾秒 一丁,二丁開始了 主席評判,各位 碎片法本來就是未可謂的特色 反方將一塊碎片和一塊拼圖來相比,根本不是實際 而且剛才提及到他們是否真的可以應用在社會上呢? 其實在應用方面,一定取得全面的知識 要運作時有必要的知識技能,就可以回租 貸相法論環節結束 現在會去到正方第一副面 你有3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你發言事件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聽過有康轉電4分鐘的發言 有康轉電4分鐘的發言,有康反對的議題是建基於這一點 有康認為未可謂課程的成效不章 未可謂課程本質上是一種快的課程 肯清理人去追上時代的演化 而有康認為課程是低實的 未可謂課程沒有多所謂課程的課程 有康同學今天不斷質疑未可謂課程 但事實上是一種課程 未可謂課程絕對是可以幫助年輕人提出他們的認真 人工智能技術現今是醫藥、輪書、金融等行業都被狂犯這樣應用 但是如果要訓練一個人工智能技術的人才 因為人工智能這種技術所適合的技術和防範 包括計算機科學、數學、文革科學 仿生學、統計學等專業領域的技術 在傳統過程的框架之下 中大部一個人工智能學的就需要四年 讀生物醫學、工程學、電路科學、數學等領域的技術 事實上如果你是做金融行業的話 根本沒有必要讀生物醫學的過程 但你竟然對大日式的傳統過程是沒辦法 一定要讀這些過程 加上社會的急速演化 四年之後你讀的東西是否實用呢 或是演藝人的差 是沒有人可以保證到的 相反 在Cocera學習平和之上 可能是不難找到相關的過程 不同的是 青年人可以選擇不同領域的人工智能技術過程 包括醫學人工智能 史上學人工智能 教育人工智能 青年人可以就接自己的興趣和專業 學取所需 而且無需整備學歷景 只需要收入六至九個月就可以完成過程 另外 區塊鏈技術是 金融科技重要的一環 這項技術和時下流行的電子支付 和網行的算有關聯 現時市場廣泛 應用這一類的技術 亦需要大量相關的人才 在現實傳統過程上 所以區塊鏈自小根本不可以開始成為一個傳統後位的過程 如果你要想學習的話 就是需要花了四年時間 整個金融科的學位這樣去讀 整個金融科的學位這樣去讀 但在GDS學習上 我們可以找到幾個關於區塊鏈技術的學位的學位 發言時間為2分42秒 接著去到反方第一副片 你有3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你發言事件 是 準備好 主席評判有分同學 各位大家好 有分同學由主變到一副就跟我們說 現在是生時代要追上潮流 要學一些人工智能的東西 要在短時間內學習追上這個時代 但有分同學學習從來都不是一件可以短時間內進行的東西 學習就像起樓一樣 我們要慢慢由根基打起 這樣才不會被這個事 因為根基不找這個東西被淘汰 而有分同學未好位的短時間是因為為什麼 正正是因為 就像我方說 微學位是一個速食化的教學 它不夠深入 這種速食的教學根本就不值得鼓吹 就特別像人工智能一樣專業的技能 根本就不可以靠一朝一夕 再者 有分同學跟我們說 微學位可以有作轉型 讓一些沒有基礎的人投入這個行業 但有分同學 你 有分同學 微學位在一個多星期 去到幾個月 怎樣可以把一些人工智能這些專業的知識 尤其是有分同學說的受眾是一些沒有基礎的人 怎樣確保他們可以短時間內 吸收到這些高強度又密集專業的知識呢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在在各位 做一條利弊的辯題 當然是有利弊比較 其實今天我方和有方一樣 都是想提升香港青年的競爭力 但雙方之間的分歧 是提升競爭力的方式 我方關注的 是用來修讀微學位課程的時間和金錢 是否用得其所呢? 但現況是嗎? 我們主編已經說得很清楚 就是學歷貶值嘛 在香港青年鄉下流動的情況下 有方同學反而反其道而行之 今天香港需要解決的問題 從來不是香港青年缺乏硬知識 不是要創造更多的學位 而是通過軟實力 來提升香港青年的可持續發展 他們需要的是社交能力、人際關係 職場環境等等的教育和訓練 例如將修讀微學位課程的時間和金錢 拿去進修職場需要用到的英語和普通話 改善自己的技巧 甚至是學多一門語言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成不承認微學位的出現 只會導致學歷更貶值 不來香港青年提升競爭力呢? 多謝各位 發言時間為2分42秒 接著去到正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你向鏡頭示意 請 專輯評判助助各位大家好 香港青年提升十八競爭力經濟體 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之一 香港因為縣情的差率低低高 簡單的稅制和低稅率 在全球具有重要的競爭優勢 令到香港開銅紐約 倫敦等的國際大都會齊米 現以香港的創新 發展仍然相對落後 在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當中 香港在創新能力表現當中 100分有無分後 63.4分 全球排名分26分 相比起臨近地區 例如新加坡特低12分 推出香港又堅強發展 創新科技的潔性 要廣告創新科技 人工智能機械人 而實景技術 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一畫 各行科技都積極利用到 超重科技去減省成本 提升營運效率 甚至拖掘新業務 在廣告程師 學會會長余錫馬 就認為 越來越多的幕後公司 就利用人工自然和數據分析 投入了自動化 金化科技的處理程序 科技入新月二 就造就了工業革命4.0的出現 但何識的是 香港創新科技人才根本不足 去應付市場的所需 都不能夠加強到香港 在創新科技的競爭力 根據政府提供的 2020年人材先端顯示 香港現時最需要的人材 包括創新科技專家 金融科技專財 創新產業的專財等等 這次明明知道市場有這樣的需要 但都沒有人去應付 所以最終整體的香港創新科技 最終整體的香港創新科技 而微學會出現 甚至能夠解決議席的問題 例如科企學院 在人工智能及程式設計 微學位 公司的時刻 可獲得六種程式主義 四種網絡 四種網站 涉及開發技術 前後端程式開發 和數據工程開發 而優達學院 有關人工智能的過程 更加高達18種 更加培配合有數據科學 商業數據分析 人工智能新度學習等等 而這些過程正正能夠 裝備很清楚 連去配合創新科 創新科發展 令他們成為被市場需要的人材 最先至於競生之餘 還可以推動到香港的創新科科技發展 剛剛有幫助我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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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學位的意義不大 他因為不可以深度學習 然後不和本身學習意義 不符合本身學習意義 但整個幫助我認清 微學位的意義 本身是 本身是要為了 他的目標下層是 在一個院有一個 有 微學位的對象是 一班要找工作 找工作一些 本身有基礎知識的人 他讀這些微學位 就可以令到他們 本身有 本身不符合工作需求的知識 可以更加去學習 而符合工作需求 而且剛剛有幫助我提到 微學位會失去學習的動力 但我想能發有幫同學 大學學的本身課程的動力來源 就是本身 建基於 學生的自由 能力相應 這方面是否 所謂大學課程 發言時間結束 接著現在有請 反方第二副便 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清明的鏡頭示意 丁 主持評判 有方和我在座各位 大家好 先回應有方二副的問題 有方和我們說 會引用大學的一個例子 大學的時候 這件事他們是會 逐步逐步用四營地 去栽培 這樣去 讓他們去了解更多的知識 而不是三個月這樣 用微學位 去突然間要放更多的硬知識 令到他們根本就未必接收到 而他們在未來也都應用不到 其實有方和我同學 其實今天有五個問題是出現的 第一問題就是 有方和我們說 課程精簡至省時間 不需要再浪費 剩下那三年八年八個月的時間 去做這個大學 先謝謝有方同學 承認我們的論點 但是微學位的精簡 是來自哪裡 就是因為教學不夠深入 微學位的精簡犀 犧牲的就是教學質量 這樣不要得的速食教學 是否值得鼓吹呢 其實學習從來都不是一束即至 是需要長時間的累積 吸收雞精的知識 從古以來都是毫不可去 而課程繼續鼓吹這些速食風氣 又是否合理呢 學生最吸於求成 在上了微學位之後 其實他學到多少呢 麻煩有方同學說清楚 有方同學今天跟我們說 可以為科技的行業 打開一些專業的基本 做一些基本的知識 或者未來轉型可以更加容易 但老實說是基礎基本 這正正是微學位課程 提升不了香港青年症之類的問題 所以要給這些錢去學一些 給一個青年去假象這些基礎 這些微學位的知識是太表面了 未來其實是應付不了工作的難度 最終是被狠地這樣去淘汰 正正是這樣 為何他不去其他地方讀呢 為何不去讀一些更加有針對性 更加專業的職業的培訓學院呢 甚至是有免費有津貼 涵蓋二十多個不同行業的範疇 相比起微學位是更加更加好 也是更新一籌 如果我們去讀一個微學位的話 其實青年是會不以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 但其實最後這些基本的微學位 根本就不足以令到他們在職場上面 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而第三就是有分同學認為 今時代是需要發掘的生產業 或者運用人工智能去到現在的產業 但其實我們現在要吸入的 不是一些微學位的青年 我們看到在學歷貶值的問題的時候 有更高的學歷的時候 才是順應時代的趨勢 再說這些東西其實是需要更高的學歷 是不是沿著這個學位就可以搞得到呢 這個這麼高的範疇 三個月內又不可能學得精學得好 今天青年的競爭力是說要怎樣做得持久 做事做得一個事情可以做得久 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情況 才可以叫做香港青年的競爭力 如果他們在未來不可以繼續這樣努力 裝備到自己 應用不到當時他們學到的知識的話 看回現況 讀微學位的課程 建功又如原木求語 這些基礎知識也是略之一二 最後所謂的提升青年競爭力 也只是假象 所以今天便提理應不成立 多謝 3分15秒 現在會進入到台下發問的環節 理應雙方都有兩輪的發問 但由於正方他們放棄發問 所以評判可以在正方發問的環節給零分 然後只是為他們回答的部分去評分 所以我們有先請反方 你們派出第一個台下發問 有1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你向鏡頭示意 不好意思 主席,我想問一下意思是否反方會全取滿分 然後正方就零分 正方在發問的環節會沒有分 正方在發問的環節會沒有分 但是他們會回答反方的問題 反方應該要回答正方的問題 反方應該要回答正方的問題 但是反方答什麼呢 哦 明白明白 那是,沒錯沒錯 不好意思,全取 好,謝謝你 謝謝 如果反方同學台下發問準備好的話可以自意 準備好 丁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用了很多不同華麗的詞語 去包裝微學位 什麼彈性,什麼擴展應用 但是今天有方同學留意 你從來沒有給過任何數據資料去論證 相反的是 今天我們主編已經出來講過 谷歌前軟件工程師Willison 講過 用短短幾個星期學習的內容 基礎根本不穩 今天有方同學如何確保這些青少年 可以在短期內 學習吸收到高密度的課程知識 而且今天有多少個人 有方同學給數據來論證 究竟有多少個人是因為 微學位上長期給企業僱傭呢? 謝謝 現在只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好緊張 謝謝 謝謝 小燜 謝謝 謝謝 我非常 останов的 謝謝 我確實這裏 這裡 心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要应用到身体的工作实际步伐去做出来的 因此微學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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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Bamken Liter Choran來 reappe 等於高高等分的影子 它是否有認受的形象 我們是高分分以上 是大家都銳弍的印受改實 也有在岳士型的影頭上 所以根本上也沒有 搞清楚我們的目標限分是如何 我們的目標限分是為了一些我們根本上沒有時間 我們可以進修一些明星人的意思 等一下結束 好,謝謝 現在我們有請反方去派第二條問題 準備好,請你去鏡頭示範 準備好 主席評判,有方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眾觀全場,聽到有方學說的是什麼? 大學四年是沒有用的,但用短短幾個星期讀的微學位是非常有用 今天先看看,青年其實處於學習階段 應該長年累積他們的知識 今天有方學究竟是否在鼓勵促食文化 而不需要理會知識的質量?謝謝 準備幾間 開始 已經很感謝 可以 謝謝 謝謝 請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请盛方牌位便练回答,有一分钟的时间 这是美国有关技能在生活中的工作室,而学习或者学习学习,就能传逻为我们学习,但以学习,如果很多国家学习,还能赶什么? 因为当我们学习,在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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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准备工作室,在学习学习,然后和学习学习,又能看似高责任者的工作室 我们的6000年就可以去那三个月的学位 如果今天在做金融的时候 但是现在我们金融是需要证通智能 需要其他相关的生育技术的时候 我们的学位就是提供到一个相关的专门方程度 它可以更加快速更加有效 这样去接触到这些过程 从而去投入它的功能 也都可以下一个准声的机会 这三个月的初心 谢谢各位 现在去到结变的环节 双方结变的一分钟时间预备 主席你好 我想说 你说过要选择零和满分 我看到它一至九分 是不能选择满分和零分 因为最高的那一格的话九分都应该是18分 而不是20分 我想是不是我的问题 还是是 对吧 因为本身那个分子没有这个 那么突然 所以我也在处理这个问题 你们等下等下 好啊,谢谢你 各位评伴,我的方法就是我没有填 我空了那一格就应该是好像会当是零分 我不知道它计算出来之后是否都是这样 但是你可能可以先空了 谢谢 预备时间结束 我们先由反方结变作总结 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你的镜头视野 准备好 叮 与苏宏刑有分同学 再续各位,大家好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 组成文化在香港持续发酵 人们的生活自作加快 吃饭要吃快餐 读名猪要读精简版 学东西亦都想读促成班 在香港人眼中 好像只要够快 只要标签着 几个礼拜内完成什么什么 往往就会被吸引 但是快餐代食无益 精简版名著只能读个印象 学习更加是需要注重深厚的积累 和内在价值 学习和其他东西不同 从来都不能一足而走 其实总结整场比赛 五难花烟 有方同学今天犯下了两大谋误 第一 有方同学今天一直不断重提 受读微学位课证 可以让香港青年 配合社会变化 学识化学科多技能 就可以提升竞争力 但是实际上 今天我们看到 受读微学位课程的人 需要在短短数个月时间内 学习 往往需要高学力专业技术的工种 比如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等所需要的技能 这种既精式的速食教学 所学到的技能 是否真的好像有方同学所说 更得上社会需求呢 有方同学觉得学习可以一步登天 日早一直学有所成是否太过离地呢 第二 有方同学今天不断和我们强调 微学位课程具有针对性 可以让香港青年装备好自己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微学位课程的内容 并不是具有针对性 而是太过片面 就好像有方同学 义父和我们提出的例子 微学位课程中的编程 可以令到他们在七个月之内 学会七种语言 这六个月的时间 是否只能使用七种语言 打出你好世界呢 这种学习的技能 是否真的足够青年在职场上使用 他们的竞争力 是否都会因此提升呢 所以众观全场 有修读微学位课程 并不可以做到长期发展 而针对性也只是有方同学口中片面的包装 只不能有效提升竞争力 甚至于鼓吹了速食教学 权衡之下利弊力处远远比不上闭嘱 变体质疑也不可以承认 香港作为一个 非国际都会被人印象中 往往都是精英困窄 社会发展蓬勃 经济竞争激烈 深处其中是香港青年 不免也要面对如此情况 在精英化的社会里面 学位两个字 在现时好像变成了一个标签 开的学位越多越好 而香港青年今天很大的一个误解 就是觉得读的学位越多越好 但是忽视了技能的全面持续发展 以及软实力的提升 即场实践的机会和社交格太少 又导致所学的知识没办法发挥 竞争力和向上流通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今天香港开设这么多具应修性的课程 缺乏机从来都不是硬知识的培训 而是软实力的提升 今天开始微学位非但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反而会加深香港青年的初歌 令他们误以为自己学了很多东西 最后只会滑舌天竹 甚至弄口反着 感谢各位 发现时间为3分40秒 接着又请证方揭便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口请向镜上前 主持人员 各位大家好 反正是来到比赛的尾声 昨年我发先前所说 不如如今方计发展成熟的困境底下 社会及民众模式都投资出洋面指法 包括金融、商贸、社会肯定大多数领域 科技当中的应用越来越大 再加上随着时代的金帝 更加多的生意社会与提供生经时代出典 环保、动物权益、男女权益的大体公正 是为人们最高等下的主角 但社会社会社会直接推从多元发展 多元发展和科技成熟的大学之下 它是留意虽然模式而充价的科技 而对于选择时代和后前端的关于青年 它是在发展的发展已经经过了 而现今社会多年多多的种种需求 因此才会在今天面提的主角 美学位的出展 因为有科同学多次执行美学位的成效 但从新开始 科同学已经缘解 美学位的过程是根本性的缘解和天见 我们重新缘过多次 美学位是由原先的压力过程收出来的 就是没错 就是我们打个例子 我们在数学里面抽个车发出来的 中海车发展是不会的 我们在中文那里 我们现在不听到一个电脑是隐缘 那个电脑是否真的廢了呢 其实不是的 可能有科同学是固定的 固定地认为了 在这个模式的过程要严重 或者在这些过程才有用的时候 基本上有科同学是根本的 我们这个过程是很容易的 但其实都是这样教的 当我们的科同学的过程 其实当我们抽个车截出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排四年的话 如果那个车截力变得特别有效 我们也不是应该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 今次今日会加大企业 不论医疗、放书、交流 已经有大量的关于人工智能 区域实行更新的技术的经济 这些法律同学 堵过了不同的签业领域 而没有问题的选择多 堵过了不同的范图 靠着关于科技职 令到工学精灵可以根据自己 指向一段关于科技的过程 另外相比传统大学过程 故随而故随有其他人生的过程 而学会的过程短而混习 但学会的过程 所以周六至九个月就可以原制 而一快用低 那些过程中间可以 一个月九十九里美金就可以原制 可以见到 如学会的过程是非选择大学 更加有俗重症 来够配合以前事实需要 特别是对公安在职兴的意义 而不在它具弹症 去到它弹症的时间 有多选择 学会的过程也不能够可认 香港的初心科技的人才要求 而未学会会承受信任时代而生的一种科技这种过程里面 那科程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科程当时围绕约约的智绩 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科技能反 竞争是能够帮助到香港青年科技科学院 相比一般达到科程 未学会开总距离教训科技科的需要这种智绩 兴趣的人可以同一同理学会在科技里面 我推出求是职 求一求光研究香港科技人的缺乏 同时能够推动香港的效果发展 虽然未学会未必能完全取得到 传统大模式的大清果识 对于本国青年而言 在社会要求光源多样的今天 对于特性的未学会无限 提升自己的严实力的对价选择 也来到一个作识经年 他们在一个不足够的时间里面 去提升自己的严厉的一个最佳识择 仍然认为社会变化 若果在科程所谓的达出 可以及时达到香港的提升管教性 严厉的竞争力 更加容易这样同心讨厂科技的行业 对于社会计所谓何时转变 各位 发言时间为3分19秒 比赛来到这里是段落 回应刚刚给予分的问题 评判可以在他们发问里面 充分了 然后对方的回应 就给9分 去高分 如果评判预备好分子的话 也可以跟我说一声 按次序 给大家一些评论 就能发动 不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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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希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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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